接下來是一則意外的消息 又是酒醉騎車惹的禍 安樂區之強隧道中午發生了兩個機車對撞的意外 兩名受傷的騎士分別送往兩家醫院急救 經過警方調查 周姓男子酒後騎車酒車值超過了0.4毫克 周姓男子酒醉騎車與機車發生對撞 推出檢查室一旁的友人趕緊上前遮住鏡頭 躺在床上用手遮住臉的40歲周姓男子 中午騎著機車與19歲的陳姓男子發生對撞 雙方撞倒在地 周姓男子原本還留在現場 但警方獲報趕到現場 目擊者說周姓男子一見到警方前來拔腿就跑 就跑啦 對啊 因為摩托車撞壞的 他用衝的就跑的 我們自己在叫警察追的 經過警方的酒測 男子的酒測值超過了0.4毫克 只是酒醉騎車 造勢後心虛 看到警方拔腿就跑 還好誠信其事 頭部有撕裂傷 經過包扎沒有大礙 發生車禍地點在支牆隧道 車流量大 警方也呼籲民眾行進隧道 小心駕駛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